你敢相信吗 新一期说唱巅峰对决简直太精彩了 决手上台公然讽刺临时抱佛脚 法老再次一唱风神 老是老旧主动退出 全力保爱护杰定上位 只有小白这边最轻松 贪情说爱的气氛简直不要太粉红 只是没想到原来说唱圈 也在为临时抱佛脚这首歌的出现而感到羞耻呢 刚开始看邓扁果跟李耳新的合作舞台 还感觉两人的演唱方式如此熟悉 但之前威尔的那首临时抱佛脚 有一举同工之妙 听到后面才发现 原来两人是在玩讽刺呢 连威尔特别设定的旁白 两人也没忘给自己整一个 看来这首歌的出现 让说唱圈也感到羞耻了 法老搭档李一杰演唱《硬核巨星》 开场几句呐喊着已经振住了全场 法老的演唱更是强势体现了什么才叫硬核 难怪他有一个硬核之王的外号 看完这场表演真的深有体会了 如果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一定得嫁给我 我不要你的嫁妆 赶走你的忧伤 谁敢入我的信仰 可能因为上一场宝石老舅的那首电梯战神太炸了 所以最新预期跟艾弗杰尼的合作 反而看起来听起来有点平淡 尤其前面艾弗杰尼都快唱了三分钟了 老舅才登场 说唱部分的词 而写的也是比较单薄 最关键的是艾弗杰尼都没说唱 虽然很好地展现了抑郁风情 不过遇上派克特跟大渊的 《 last night on earth》就有点落了 这首《 last night on earth》真的很好听 很温暖 有种想跟着一起打合唱的冲动 这次部分也很好地贯彻了爱与和平 当然其中最大的亮点 还要数其他收唱歌手帮忙录制的旁白 如果这是最后一个夜晚 你会做什么呢 听的人莫名感动 不赢真的没道理 天爱组的小白跟谢可寅 一同创作了歌曲《shackwear》 主打一个暧昧拉扯火热刺激 尤其是两人中场对决的时候 小白写的词仿佛就是他的真心话 那点小心思简直不要太明显 还有最后那一爆 可ZP真的太让人快乐了 在此之前真的没想到 汤霸这么能唱 尤其是新一场演出 他搭档刘静凌演唱 Nokka 大胆回应节目组 离谱赛制 明明是严肃的题材 一上汤霸 偏偏就变得有点灰鞋 尤其是参怕solo的那一段 看他唱得那么快 莫名开始担心他的身体 生怕他唱到背过气去 还真是应了马思维的那一句 看他说唱就像是在看老爸演唱 视频最后 以上几首说唱作品 哪一首让你最印象深刻呢